我們這一堂課已經開始進入到理論跟實務之間的一個操作上的關係 上一次我們講過的 這裡有一個八大觀念 我已經做完video也有投給各位 各位在那個有空我都有寫email給各位看一下 在那個議論的地方看一下 上禮拜講的東西看一下 把觀念拉出來 這幾個東西 這八大觀念 不是只有這一堂課要教的軟體 叫inscape這個軟體有用 只要是我們做任何數位圖像 甚至數位圖文整合 節奏 這樣子的一種 新時代的數位文本表現的需求上 你要懂得一些基本的概念 就像我們當年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靠文字的時候 潛質用具要好 具質的結構要好 對不對 然後什麼一堆我們對文本上的要求 對不對 尤其是你要當媒體 一些基本的媒介的操作觀念要有 同樣的 在一個所謂圖文整合寫作的過程當中 這些觀念你要有 它會在inscape上作用 它會在photoshop上作用 它會在premiere 或者像我叫open source jimp sucart 通通有 因為這個是 整體而言 電腦在設計 圖文整合 概念過程當中 已經慢慢的 經過這麼長久 一段時間 二十幾年總有了吧 累積下來之後 像我們早期 其實各種軟體都在競爭 我們早期很多軟體 因為你們現在比較後期的 很多軟體後來不見了 一個觀念 到底我電腦要怎麼設計 我的軟體要怎麼設計 才能符合 一個在做數位圖文整合 最好的一種上手的工具 其實當時很多 滿坑滿谷 逐漸淘汰了 你們不曉得 我們那時候腦袋多的是 那逐漸淘汰過程中 最後還能夠存活下來的 你可以看到 他們都有一些基本的核心觀念是相通的 或者在處理操作一個圖像 要怎麼處理 怎麼操作 哪些觀念是你必要懂的 慢慢就保留下來 其實文明就是這樣子 我們叫數位文明就是這樣子 它慢慢的累積了很多你必要的一個概念出來 那就是這一堂 我們談數位美學 當然美學理論很重要 但一旦你要操作 你要怎麼操作 我不想教你一個特定的軟體 好像你只會把這個軟體操作了 那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真正的一個學習 尤其是大學的學習 都是在一個理論層面上了解 透過理論層面去思考 這是你從高中到大學 你要學會的一個結構 讀書 理解 認識上的結構 不管你喜不喜歡 越不願意 終究會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的影片 你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我有特別跟你講 要把觀念 觀念 帶入到操作的過程 這是我們在跟你強調的 八大 你要背起來 不用說背起來 我也不會考試 要很清楚 你這八個哪一個學會了嗎 你講得出來了嗎 那一旦換到別的軟體 換到別的軟體 它也是用這八的觀念在操作 那可能只是操作介面 操作的手法上有一些 排列上的差異而已 觀念都一致啊 你必須靠這些觀念去尋找那個軟體的 一個思考上的設計的結構 那第一個是開啟跟匯出 填充跟邊框 這是我們上禮拜有講過到八 那我們也不急 因為這堂課是更基礎的課程 就是從觀念到操作一個數位圖文整合 或者數位圖像 有圖像才有美學 其實美學不一定圖像 排版也是美學啊 就會是這樣子 但既然我們這堂食物上 軟體要會操作 會操作談它跟美學之間的關係 所以到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核心在處理 你跟inscape之間的關係 那怎麼學呢 不是打開亂學啊 會了會了操作 你以前可能這樣握 其實很多核心觀念 那我們大學 我們又不是高中 不是趴啦趴啦亂搞這樣子 所以這八個核心觀念 要會講會被 講得出來 以後你在溝通聊 跟人家溝通聊天 你在跟人家思考對話 以後你畢業 你會跟很多其他行的 資傳啊 其他各種行業的 就是數位的數位時代 每個行業 中文系也會教 歷史系也會教 哲學系或多或少都會教 美工美學資傳 都會有這種東西 那一旦在涉及到圖像 怎麼做 你以後當編輯 不管是前端後端 你要跟工程師討論 要跟美編討論 要跟其他人員討論 你怎麼討論呢 你的核心概念有嗎 我們必須圍繞這個東西來討論 你要想改喔 美編這張圖我改 然後呢 我想要把那個邊框 就對了 你懂 他也懂 基本上這個核心概念 美編你好 我邊框要改掉 美編你好 我的填充要怎麼樣 這些觀念 術語 基本上已經有一點點定型了 雖然時代都在不斷演變 但你在那個工作場合 你很快可以把名詞換掉 但那個核心觀念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如果都 到目前為止 這樣一個狀況 你有感受到的話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開始來講 開啟跟會出 不要小看 每個觀念 每個名詞 尚久了 背熟 出口就是這種觀念 在操作的過程中 然後一邊操作 我等會跟你講 一邊操作 一邊念 一邊把觀念帶出來 我這樣子設計也不是沒道理的 這邊有一個學習理論上的依據 那我就不跟你講 我們一邊在操作 這是開啟 這是會出 一邊把觀念帶進去這個過程 可以把你的思考力斷念出來 就算數學 你為什麼 數學以前沒好 因為傻傻的 不想聽 第一個原理不想聽 第二個做立體的時候 亂做 你做立體要想 他是 老師要用哪個觀念來考我 他是要用哪個數學觀念來考我 你要抓到那個觀念 開始試著用那個觀念解題就對了 為什麼我們說數學很重要 為什麼說數學好的人 大概其他都不差 因為你數學好的那個邏輯思考基礎 是所有學問思考的模型 到大學以上 所有思考的邏輯的模型 都是透過一個概念 一個想法 我以這個概念跟想法為依據去思考 偉大的哲學家 偉大的數學家 那就是創造新的概念出來 那我們還久的 掌握到一個概念 像算數學的時候 就是這樣 用三角嗎 用微積分嗎 用代數嗎 老師 教我代數的公式了 我透過代數要解決什麼問題嗎 你要抓到他考你什麼原理 用這個原理來思考他 數學為什麼那麼重要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學 但也不是說要學完數學 算錢算得比較快 那個電子計算器就有了 而是數學的思考原理 是我們人 開發你的邏輯能力 很重要的過程 而邏輯能力 是要開發的 跟游泳一樣 游泳看完video 說看完video 如何學游泳 你不會 要跳下去 數學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反正也這樣子 我們試著透過這一堂課 假設算是你有興趣的話 稍微在學習的過程中 轉換一下你的學習過程 今天老師是開啟 這是會出 就是這樣而已 把觀念 帶到你的操作過程當中 你的邏輯思考觀念 就會帶出來 不要說容易 你在教作業的時候 你就知道 我們講過作業要怎麼教的 就像我現在有個螢幕錄影 對 這就是我們螢幕錄影軟體 你螢幕錄影錄起來 一邊等下我操作的時候 你就要跟我學 一邊錄的過程中 一邊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我們快要開始教其中週夜 隨堂週夜要開始教了 等一下我再講 就會是這樣子 好 那我示範一邊給你看 假設你現在就是要教週夜 你要錄了 你要開始錄了 每個人3到5分鐘 你就打開 就這個叫 我要開啟 inscape 就是這樣錄啊 你不要小看 在操作的過程中 把觀念帶進去 再講一遍 不要小看 真的不要小看 這個叫沙草停除也是這樣子 每天簡簡單的沙草停除 人格就會變得很漂亮 氣質就會出來 真的 人世間其實也不會這樣子 一樣 我們要打開這個軟體 就這樣一邊操作 一邊練 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打開了 對不對 然後現在 李老師講的那一招是什麼 第一個 開啟與會出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了 氣質帶已經打開了 開啟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開始講 我們開啟這個東西 然後呢 還沒往下交之前 你就說我們隨便做幾個東西 就隨便拉 按一下這個地方 按一下 按一個圓 隨便拉 一個圓 沒關係現在都是練習 按一個方形 欸 方形出來 再按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 螺旋形 欸 螺旋形出來 好 我們這次在操作 然後我們說來 我們現在要 為什麼要講開啟跟會出 那是因為中間有一個觀念 你要帶進去 這個觀念叫儲存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叫儲存 儲存 儲存跟會出不一樣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比方說呢 這個叫圖像 001 好不好 圖像001 你看它儲存的檔案是這個 svg檔 inscape 一樣嘛 每個軟體都有每個軟體的檔 雖然它是叫svg 是通用檔 但沒關係 inscape svg檔 是DOC檔 就會是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我們儲存呢 我們上課教學 我們把它儲存在桌面 好不好 存檔 就會是這樣子 存檔是什麼意思 各位常常知道 它會當機啊 會幹嘛 反正我坐到這邊存下來嘛 對不對 坐到這邊存下來 就存檔 打坐打到一半怎麼樣存檔 這個就是叫做存檔 好啦 那存檔你存完了 假設你現在坐坐坐一半好累喔 要睡覺要幹嘛 存檔 存檔 存檔的意思是這樣子 你坐到哪邊 存下來 你的整個程序到哪邊 它會整個把它存下來 一存檔就可以關掉了 好啦 那你就會看到 我們有一個檔案呢 叫做 我的001跑到哪邊去了 那個圖畫001 圖畫001 那個你看這個 這個是瀏覽器 瀏覽器 現在可以直接吃svg檔 svg是一個小 那個向量檔 沒關係以後再講 其實現在很多 你在網頁上看到的圖 都已經是用那個向量圖 所以才會那麼好看 可以動畫 這我們再談 但我們不是啊 我們要用什麼 按右鍵 我們要用inscape打開 對不對 用inscape打開 你要會打開 開啟檔案 用inscape 對 用inscape 编辑器 我們用inscape打開 你當然也可以打開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好 打開了 我們之前 做到哪邊 他就還原到哪邊 這個跟你平常操作 我是一樣的 開啟 儲存 開啟 儲存 這樣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為什麼要教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 往下 就會碰到一個 很不一樣的概念 這個概念也不是都不一樣 你懂的啊 其實 你人生的經驗操作過程中 你也懂的 好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不是要操作 現在我們是要匯出 匯出是什麼意思 各位可以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打開 還沒有 這個地方 檔案 有一個 我看一下 這邊會反光 匯出 那是export 匯出 這個叫export 匯出 沒關係我都有錄下來 我心理可以慢慢操作 匯出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匯出的東西 那 我們先不用管 我先給你看一下 什麼叫匯出 匯出 匯出就是指 現在我們操作的畫面 你哪一個地方要被 變成圖像檔 這個叫做匯出 我先舉例而言 我先舉例 比方說 老師我跟你講 我做了半天 你看剛才存檔 是整個檔案存 結果老師我跟你講 我只是要把 這個圓形弄出來 我不是要全部的 我只是要把這個圓形 我只是要把這個圓形 那個抓出來 因為我要做圖 做檔 有什麼需要 那我怎麼樣 把這個特定的圓形弄出來 你先看一下 等一下再講 我要按選擇範圍 對不對 因為我點下去 有沒有看到 現在這個是這樣子的 原來你只可以匯出 特定的部分 你看他存檔不一樣 對不對 匯出是把你的 你的作品的全部 或者某個地方 我要輸出 我們先假設 選擇範圍 這是我要的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 你可以選擇什麼 選擇你的那個 檔名 或者你要輸出的地方 現在是做面馬 好 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再加一個什麼 001 我習慣了 001 檔名改成這樣子 現在這邊還有兩個問題 如果你用PNG是指可以去背的 你看他現在呈現出來給你看 我這個綠色的是可以看到 旁邊這個是去背 一個一個 它是個去背圖 希望去背圖你理解 我們在做那個 PPT的時候很愛用去背圖 我們先把這個存起來好不好 背起來一下 PNG PNG 能夠弄出來的就是去背圖 好不好 好 匯出 好 我們先看看是不是 這個有被匯出 這個有沒有 001 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去背圖出來的 好來 那第二個概念 這個地方概念要講的 另一種是我們常看的照片 影音 純粹的照片 純粹的照片 這個叫JPG 這個叫JPG 我把這個檔名改一下 檔名改成 這樣比較好 002 002是JPG JPG什麼意思 JPG就是說 所有 所有 空白的 所有去背的地方 它會用白色填滿 你說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以後你就知道 有時候有需要 有時候沒有需要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數位相機 拍出來都是JPG 對不對 所以你數位相機 無法拍出去背 去背都是我們後製做出來的 那你後製做出來要去背 你要用去背圖 我就要存成PNG 然後呢 你如果只是單純的 一般像照片這樣子的 照片不可能有空白的 你會不會拍出來的照片中間有空白的 嚇死人了 你靈異相機啊 嚇死人了 好 那你就看著哦 我是JPG 會出 同樣的 我們周面 檔名改成002 會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白色的幫你填滿了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白色是不是填滿了 這個地方是空白的 這個地方是白色填滿的 這個叫做 會出 換句話說 存檔是把檔案存檔 你可以繼續叫出來工作 會出是指我工作的成果 我要把它會出成影像 為什麼我們說這叫影像處理軟體 對啊 我們把影像叫進來 經過某一種處理之後 做出漂亮的圖啦 抓到PPT啦 抓到你的那個網頁啦 或者抓到你的任何需求的地方嘛 所以這個叫圖像處理軟體 或者說這個叫做SV 這個是向量的啦 我們再講 向量的圖像處理軟體 所以你看可以輸出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要用它了嘛 所以向量圖形軟體很重視匯出 因為重點不在存什麼檔啊 存什麼檔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作業操作的過程嘛 所以你要把它存下來 而至你做完了成品 你要把它匯出成圖像檔 你要在其他的地方運用 所以匯出的概念就會非常重要 那你如果在這個地方把匯出選完之後 它自然整個選項就會在這個地方操作 你也可以按這個地方 回去 再按這個地方 跑出來就可以 好 那匯出就有很多選項可以選 那我們就可以交代一下 交代一下 什麼叫做這個幾個概念呢 你把它掌摩到 如果你覺得這個畫面好大 教起來呢 你看得不太清楚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畫面上的選擇 這個地方 應該是這裡吧 縮小 這裡 放大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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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回到原始大小 這個符號 這個其實很多 這個細節沒有學 我的教學檔案都有 整個系列滿滿的 但這一堂課我用八大觀念來講 所以就沒有在細節操作上著墨 你自己去看 回到整體畫面 這裡 這個符號 回到整體畫面 那我因為教學上的需要 我現在把它縮小 縮小 縮小 讓你看到 來 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紅色的呢 往上拉 有時候我們常常作業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的需求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再抓一個圓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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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移動它都必須按這裡 這個是移動的符號 按它 點它就可以移動 好 現在是這樣子 各位你看喔 什麼叫頁面 我們先處理頁面跟文件 我們之前呢 打開它的時候是選擇1080 也就是說這個白色的呢 這個白色的呢 這裡是1080 1920 1920 1920 1080 這是現在 做video最常用的規格 我一開始選擇這個規格 你也可以說是畫布 畫布 所以呢 我只輸出 這個畫布範圍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看這個圓 這個地方超過了 對不對 它就沒有 它就沒有 不輸出了 這個地方超過了 它也不輸出 它輸出的 這個就只是很單純的 頁面 這個叫頁面 一開始我們會設定 當然你也可以現在回去改 那再說 但是細便這樣超級 你要理解 匯出有很多觀念 第一個 我要匯出的是頁面 就是要用PNG 去背它 因為 我們原始的素材 照片 諸如此類的拍進來 都很少要去背的 你看看 網頁 對不對 各種東西都是去背圖 所以去背圖很重要 我會教 但你先把這個原理先弄出來 現在我是頁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 我要匯出的部分 就只有這一張大小而已 其他的通通會不見 然後OK PNG圖匯出 匯出 匯出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張圖跑到哪邊去的 這裡有沒有 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裡 其他的地方都不見了 那我們再來看 文件什麼意思 什麼叫文件 你要仔細看這邊 喔 只要你有畫的任何物件 我們這個稱之為物件 它通通會完整的呈現出來 所以它現在 它現在這個地方就比較大了有沒有 它是把整個 整個都要匯出 它不管你 這個地方叫頁面 剛才我們叫頁面 所以頁面範圍的輸出 不是頁面的 它就不理你 就會是這樣子 那現在叫文件 文件是指 只要你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全部都跟你匯出來 所以你看到現在有沒有 這個超出來的 星星的部分 這個地方的部分 是不是也都出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也都出來了 是不是也都出來了 對 所以這個概念 叫做 文件 這個地方叫頁面 這樣懂了嗎 所以你把這兩個觀念掌握好 你才會知道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 雖然一開始設定這樣 但你操作的過程中 變得很不一樣 就會是這樣 所以文件是指全部看得到的 頁面是指這個白白的 好那我們先來弄文件 003 再過來 004 好 003 004一樣 png圖 匯出 先拿你來看 004有沒有 不一樣了吧 這兩張不一樣了吧 對不對 這兩張不一樣了吧 那你說點兩下 老師我點兩下 好想看喔 有沒有看到 黑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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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黑色的地方 就是指去背 很多圖像軟體 都是用黑色來代表去背 其實任何軟體都沒有辦法 把去背這種空白的概念表現出來 電腦無法表現空白 人生也無法表現空白 人生空白是指進墳墓 就是有時候 這個道理都相通了 所以你看 所有的去背後面都用一格一格對不對 虛擬代表 虛擬代表 這個地方叫做去背 真正而言 電腦是無法去背的 人生也無法去背的 你活著一定有什麼想法在動 所以 保持好的想法 就會很重要 就會是這樣子 你看這個就這樣子 再看這個 全部都出來了 你看這個地方都出來了 其他的都是去背 就會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 這樣就懂了 就看看你要選什麼 就看看你要選什麼 然後再來是選擇範圍 選擇範圍我們講過了 我只要印這個 我只要印這個 這一個某一個東西 我很想要 我們常常在做PPT 或做什麼對不對 只要一個特定的小符號 小Icon 就按選擇範圍 有沒有 就是這個 我們剛才教過的 所以文件 頁面 選擇範圍 搞清楚 自訂 就是自己去處理大小 這個就自己練習了 我們很少用自訂 我就是要特定的 特定的幾個東西 左邊右邊 長跟寬 自己去處理 偶爾要練習一下 它就會是這樣子 好啦 那 匯出也匯出完了 匯出也匯出完了 我都要了 通通圖形也匯出來了 好啦 搞不好你這個東西還需要 記得再存檔 這個就跟我們用 握耳一樣 記得把它儲存 把它存檔存下來 我已經做到這邊了 對不對 下次還要打開繼續用 就會是這樣子 好 我們就可以關掉了 所以呢 今天 我們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講啊 剛剛講要匯出喔 要匯出有沒有 那個概念 叫做匯出 我要把它變成這樣子 我要把它變成這樣子 我的成品要匯出 術語要有 就像算數學一樣 三角怎麼算 Sine C C 那個向量幾何 對不對 什麼什麼東西 你要用那個術語 去表現你的操作 這個過程 基本上 你的邏輯思考能力 會被長出來 這個跟游泳騎腳踏車一樣 要被長的 如果我的話你聽得下去 試看看 開始慢慢你覺得 怎麼傳播理論這麼簡單 怎麼那麼簡單 因為你可以的 你沒有游泳的時候 看到自由式 你就覺得 你會游泳的時候 就會說自由式OK 好想學養飾喔 好想學什麼 好想學那個 賊飾喔 就是這樣子 那是一個能力 成長 跟變化的過程